继硅谷银行宣布破产之后 美国又一家银行被关闭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当地时间12号 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部门 以系统性风险为由宣布关闭 总部位于纽约的签名银行 美国政府宣布将为银行存款提供担保 以确保储户取回自己 美联储财政部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 在联合声明中宣布 签名银行的储户将得到全额补偿 而纳税人不会为此承担任何损失 联邦储蓄保险公司12号表示 已成立了一家过桥银行 签名银行的存款人和借款人 将自动成为过桥银行的客户 客户将能够在13号提取资金 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12月31号 签名银行的总资产约为 1103.6亿美元 总存款约为885.9亿美元 据公开资料显示 签名银行是一家总部 位于纽约的商业银行 主要为中小企业和高净值个人 提供金融服务 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加密友好银行 为许多区块链机构 交易所和基金会提供账户 在全美拥有包括商业房地产 和数字资产银行在内的 9条业务线 路透社指出 签名银行是继华盛顿 互惠银行和硅谷银行后 美国倒闭的第三大银行 在这边